第十一章 绝暗大陆 无尽大陆的高空有着薄膜般的七彩光模 具有极强的阻力 罗锋自然轻易穿过 这阻力估摸着戒主才能穿透 罗锋微微点头 随即便朝下方坠去 单单在空中便让罗锋感觉到一股超强的吸力从下方传来 吸引力之强令罗锋都暗暗吃惊 这么强的吸引力 怕是得宇宙级才能保持飞行吧 在半空中 只是闪烁了下 便落到这苍茫大地上 一落到地面 双脚踩到地面一瞬间 那股吸引力瞬间衰落到近乎可以忽略的地步 轻声道 元澳之主弄出这十二片大陆 还真是花费了很多心思 一大地 一七彩光模 在二者之间 则必定遭受强大斥力 落到大地上 才不会受到这股斥力 罗锋不由赞叹那位 在宇宙诞生极早时期 便存在的元澳之主的能耐 至少这十二片大陆创造 怕是耗费很多心思 罗锋目光扫向四周 这是一片黑色荒原 一眼看去 荒原上留下了无数的骨骸 许多骨骸已经腐朽 有些却依旧很坚固 显然死去岁月并非多么漫长 这片战场大概有上万公里范围 尸骨中实力有高有低 最高者仅仅是戒主 罗锋按道 整个战场上以他虚化神力的探查 一共也才发现了三具戒主尸骨 一处是掩埋在地底深处 还有两具都是在深山内 战场的两个边缘 各有着一座无比雄伟古老的城池 那连绵上万公里长的城墙上 也有着大量的战士在巡逻 那些战士样貌便能看出来自一个个不同种族 而城墙散发的血腥气息也在述说着残酷的战争史 战场 两处雄关 罗锋迅速发生变化 他的羽翼变成深青色 头发变成火红色短发 皮肤则是变成深青色 这个模样倒是和他虚化神力探查的那些士兵中的其中一个种族挺像 这个种族我竟然认不出 一时迅速透过虚拟宇宙进行探查 一查却让罗锋吓一跳 卡旧族 这种弱小族群竟在很久以前就消失在宇宙中 只剩下元澳秘境中有些残余 罗锋暗自唏嘘 当年元澳之主大肆掠夺 没想到倒是为卡旧族留下了这一脉 刷 罗锋一脉步便已经越过那座雄伟的边城 到了上一公里外 那是一座无比奢华广阔城池的上空 城池内上千万子民热闹无比 罗锋则是在上空出现 自然那些普通生命根本不可能看到罗锋 还是灰色 罗锋左手掌心有一金色蛤蟆 蛤蟆双眸依旧是灰色 每一座大陆都庞大无比 这灰色蛤蟆必须让我靠近目标一亿公里才能感应 这得要多久 罗锋又是一迈步 到了一亿公里外继续探查 罗锋开始了漫长的探查日子 须知这十二片大陆的直径小则超过一光年 大则仅八光年 罗锋每次顺移保持一亿公里 就算一天顺移一万次 十天才能贯穿一座一光年的大陆 须知宽也有一光年 要探查变十二片大陆 怕得数万年岁月 还好探查只需要花费些许心思 罗锋只是奋出一丝意识 开始这漫长的探查之旅 其他意识则是完全投入在 寿神之道和密文图流上 转眼 罗锋在这片大陆上 已经度过了半年岁月 没有 这里也没有 这里 咦 红了 一次次瞬移的罗锋忽然停下 手中绑着那金色蛤蟆 蛤蟆双眼已经变得火红色 半年探索来的金色蛤蟆 第一次双眼红了 自然令罗锋一个机灵 分身都暂时停止了修炼 就在那个方向 罗锋抬头看向远处 而后一个瞬移 变到了距离目标 约百万公里处 随即罗锋开始了飞行 百万公里 片刻即可飞到 我得查查看 目标周围到底有什么情况 竟然能够让宇宙第一大势力 祖神教的祖神这般重视 还说是对原始宇宙不利的事情发生 罗锋不敢丝毫大意 祖神都说对原始宇宙不利的事情 怕没那么简单 飞行在高空 虚化神力探查着周围十万公里 罗锋都不敢探查太远 以防打草惊蛇让目标给逃掉 这也是罗锋第一次 在这片浩瀚大陆上仔细探查 这一探查 顿时看到一幕幕场景 在这片大地上发生的诸多爱恨情仇 而这决暗大陆与众不同的文明 也展露在了罗锋的面前 让罗锋颇为欣喜 有趣的小家伙 倒霉的小家伙 罗锋虚化神力 忽然锁定下方大地一处 威艳家族等着吧 我不阿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圣者 将整个威艳宝移为平定 一头有着巨大獠牙的魔兽背上 正有着一名雄壮的骑士 骑士高大魅舞 全身穿着厚实的全身铠甲 在魔兽旁边还挂着两巨大的血色战斧 他的面孔露出 正有着一道刀疤 横切着他的半边脸 使得他显得愈加猙獰 竟然这般侮辱我 我为他效劳 生死战斗 却敢这般侮辱我 连原本我的侍女 都给直接夺走 送给了别人 我一定会报仇 一定会 我再次回来 必定是成为伟大圣者 踏平整个威艳宝 这名魔兽骑士咒骂着 魔兽也似提飞奔着 轰隆隆 后而提声轰隆 魔兽骑士朝后面一看 顿时一瞪眼 脸色都白了 只见后方足足上摆魔兽骑士 飞奔着沙篮 嘎嘎嘎嘎 高空中还有着刺耳的叫声 使得这名魔兽骑士 不啊 回头看向半空 半空中正有着一巨大的异兽 那异兽全身火红色 鳞甲翅膀边缘 更是有着火焰环绕 火翼龙 威艳宝内 一共踩九头火翼龙 为了杀我一个五阶骑士 竟然出动一头火翼龙 和上百名魔兽骑士 不啊眼眸中露出疯狂之色 猛地就抓起了搭在魔兽背上的 足有十二米长的骑士长枪 他双手抓着长枪 摇摇对着高空中急速飞来的火翼龙 这令不啊脸上 不由一颗颗汗珠滚落 全身都微微发颤 咬牙切齿盯着 不是他怕 而是天空中火翼龙的压迫太强了 火翼龙需要仅次于圣者的九阶骑士方能匹敌 他一个五阶骑士 就算来一千个也敌不过一头火翼龙 哄 他坐下的魔兽双膝一软 直接跌倒 令不啊直接在半空中一个翻滚迅速坠地 虽然他身心翻滚坠地 可手中那巨大的长枪依旧摇摇对着半空 威艳家族 威艳家族 可恶 你不啊大爷死了 也会化为恶鬼骑士来找你们的 不啊咆哮着 哈哈 恶鬼骑士 做梦吧 天空中的火翼龙在盘旋 其他魔兽骑士则迅速便赶上 很快便将在中央的不啊重重包围 这群魔兽骑士 以高空中罗锋的判断 应该是来自三个不同的族群 论实力 那头飞行的异兽 应该是恒星级七阶八阶水准 虽说正常的宇宙级才能飞行 可这异兽 凭借翅膀借力和自身能耐 也差不多能飞行了 至于其他那些骑士 都是行星级水准 最高者行星级九阶罢了 不啊 我不会欺负你 我的手下们不会动手 就我一个来对主你 穿着最是华美铠甲的骑士 骑着一头通体雪白色的独角翼兽 来吧 来吧 让不啊大爷打你屁股吧 那手持着巨大长枪的不啊咧嘴笑着 犹如风魔盯着那句美骑士 他明白在威艳家族面前 他就是个小蝼蚁 明知道反抗会死 可他就是忍不下那口气 忽然天地都安静下来了 世间仿佛陷入了停滞 路旁的野草被风吹弯了后 也凝固不动了 那些骑士和半空中盘旋的异兽 也停着不动了 怎么 怎么回事 不啊手持着长枪惊恐万分 一道身影缓缓走来 面带着微笑 看着不啊 就你了 这名有着深青色羽衣的男子 看着他说了声 随即无形力量 便束缚住了不啊 刷 上千公里外的荒野中 不啊跌落在地面上 他立即一屁股站起来 嘴里还念叨着 见鬼了 不啊大爷遇到魔鬼了吗 嗯 火一龙呢 这 这里是哪里 啊 这个美无 雄壮的大个子 惊恐看着前方站着的那道身影 那道身影 穿着看似简单的黑色袍子 有着深青色羽衣 深青色皮肤 火红色短发 整个人隐隐有着一股邪魅 奇异气息 大人 不啊连躬身 我来到这个世界 需要找一个生命询问一些事 你 被我挑中了 罗峰看着这不啊 我知道你在恐惧那个威艳家族 放心 追杀你的那支队伍 他们只会以为你逃远了 哦 你在猜测我的身份 圣者 传奇 半神 不啊欲加惊恐万分 眼前这个存在 竟然完全知道他在想什么 罗峰笑了 一名宇宙级 就能轻易对一名行星级进行搜魂 他如今的威能 眼前这名弱小家伙的思想波动 怎么可能逃过探查 罗峰随意挑衅着这名小家伙 同时也迅速扫荡过这家伙的记忆 仔细探寻了一遍 有趣的世界 有趣的小家伙 罗峰看着这不啊 同时转头遥遥看向遥远处的山脉 引起金色蛤蟆双眸变红的那个方位 居住的竟然是这些土著们所谓的一位传奇 你的心性我很欣赏 只是我很好奇 如果拥有了强大的力量 你会变成什么样 罗峰看着面前有些惊恐不定 忐忑不安的不啊 顿时罗峰世界戒指中藏有的海量材料中 一颗很普通的源自宇宙的奇异果实 出现在罗峰掌心 紧跟着瞬间化为一道绿色流光 笼罩了那名不啊 啊 不啊大惊 瞬间被绿色光芒笼罩全身 在罗峰神力入微的操控下 令不啊身体不断吸收着能量精华一次次突破 生命基因以可怕的速度瞬间飙升 体内能量在不断凸 片刻 一名宇宙级九阶便诞生了 而罗峰微笑看着这幕 既然已经得到他要知道的讯息 对这不啊所作仅仅是随心所致而已 对一名伟大的宇宙之主而言 一颗宇宙中的果实价值可以忽略不计 随即一转身 罗峰一迈步便已离去 出品已离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